3月20日,古巨鸡在微博上晒出一组儿子的正面罩,他以孩子的口吻写道 大家好,我叫库森,初来不到,多多指教,并公布孩子的英文名和含义 照片中,库森张大嘴笑,兔舌头萌化了,才三个月大,鼻子蚁又高又挺 额头和脸蛋圆润饱满,实在招人喜欢 库森代表着成功和耐心,也代表着幸运和爱 这个名字里饱含着古巨鸡夫妇对儿子的美好祝愿 也暗藏了古巨鸡的一点小巧思 古巨鸡和大他四岁的太太陈运勤,经过了20年的爱情长跑,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两人从艺人和经纪人的工作关系,日久生情,变为亲密无间,相濡以沫的爱人 这一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两人婚后一直遭人心切 古巨鸡每次被催生都笑而不语 到去年他仍否认说,我要回去问问我太太 而据赶媒套路,古巨鸡结婚时就听从专家意见进行学卵 到去年造人成功花费高达百万 如今终于入院以偿,想必也是欣喜无比了